港山县北的温泉之旅 因着奥金溪谷前进 奥金温泉正热烈欢迎着我们 这里曾经是电影的外景场地 每周的星期日早晨 这里会有用脚洗衣服的表演 表演幽默风趣 成为一处美丽的风景 汤墙温泉有1200年的历史 据说猿人法师路过这里 发现一只鹿丝鸟在用温泉疗伤 从而发现了这个温泉 拥有西日本最好的露天温泉 沙汤的汤圆温泉 喷有儿主的泉水 令人身心疲劳顿时消失 历史和传统的城下丁 金山市 春天 英华绽放的赫山公园里 曾经有五层高的天守哥 和60座建楼的金山城 毅然耸立 现在已经把启荣最大的 备重建楼复原重建了 成为赫山公园的标志性建筑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 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的 备重松山层脚下的高粱市 曾经以铜矿和紫红旗 盛级意识的催雾古春 以广监在为首的古朴的街道 仿佛可以听见 当时繁华热闹的声音 夏天盛大的备重松山舞蹈节 是县内最热闹的节目了 还有许多一年四季敞开胸怀 迎接各方旅客的美丽大自然 晴天之国全年气候温暖 最适合旅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深秋 深秋 旧山淫道的翼盏之一试卦丁 深秋 举行的大名队伍游行 旅行的大名队伍游行 旅过高原的阵阵青色的风 阴云高原的滑雪场 每年都会有许多滑雪爱好者 云集这里 岗山真正进入冬天时 人们最热门的话题是 七大四的慧阳裸体节 自愿参加 大约五百年前就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节日 约九千个裸体的男人 争夺两块被称为保木的木棒 凌晨零点投下保木 七大四观议院和数万名围馆的人群 一起沉浸在盛大的节日气氛之中 晴天之国港山之旅 这里温暖清新的空气 成型欢迎各方旅客 我们为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邮布 等候各位朋友来汇出自己独特美好的旅途 千空万里的港山 随时恭候各位朋友的光临